巷子突然闪了一道火光 接连传来好几声爆炸声 把画面放慢就是这个人 他手一挥把不明物体丢出去 在马路上弹了好几下 接着弹射到民宅大门 又反弹到地上 连炸好几声冒出白烟 对面一整排住户 同时打开门探出头来看 害怕的互相讨论 到底发生什么事 李明突然打电话给我说 有关这些这边 听到两声很大声 是不是枪声 而且不止一个打 有三四个打电话给我 现场只留下一个连接 两条隐线的四方形白色物体 停在路边的机车也被波及 这里是新北市新庄永安街 30号晚上10点半 突然被不明人士疑似丢爆猎物 尽管没有人受伤或踩损 但这让居民怎么睡得着 立刻动员一起把证人揪出来 这边附近的居民 就赶快去调监视器 然后就把监视器传给我 我也提供给警方 然后警方也很迅速的去调 我们他们公家的那个监视器 警方发现嫌犯坐上一辆轿车落跑 赶紧以车追人 没多久就在三重一带 逮到这名穿黑色外套 40岁的蔡西男子 他说因为有一名叫阿翔的朋友 在工作上一直说他坏话 印象中对方住在这里 所以去夜市买了水鸳鸯 捆绑在一起 晚上跑来这丢炮泄愤 至于这名染金发的32岁灵性女子 则是负责接送她的人 也被列为嫌犯 都被依恐吓公众罪送办 水鸳鸯小小一个威力却很强 引爆只要两秒钟 还能把马路炸到焦黑 何况是大量捆绑 若炸到无辜居民 他要拿什么来赔 TVB的新闻 李杰五月亚情人 新北采访报导